马来西亚科学家吴辉煌在广西参与前沿科技研究并受聘成为广西大学教授 近日记者走近吴辉煌听他讲述与广西的不了情 今年40岁的吴辉煌是电气工程博士 长期致力于研发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可持续能源问题的新技术 2014年曾荣获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 2018年吴辉煌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工程师 他惊讶于中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 想把自己未来的事业重心放在中国 2019年7月吴辉煌申请广西科技厅实施的 东盟杰出青年科学家莱华入柜工作计划 以下简称东盟杰青计划 获聘进入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开展为期一年的科研工作 广西大学他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我可以开展我的研究工作 除了这个之外我也被广西大学的科研的一些研究 还有一些各方面的设备所吸引 可以让我很顺利的开展我的研究 然后延续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些还没有做完的一些研究 然后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开拓 在东盟杰青计划实施期间 吴辉煌的科研课题是寻找一套智慧数据平台 以整合可再生能源、热电联产、电力需求方管理等多方供求端信息 使用户、电网及政府部门更高效的应用电力 吴辉煌以电动汽车用电为例来说明他的研究方向 随着电动汽车使用量剧增 车主很可能集中在同一时段充电 这将带来用电高峰 影响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他的研究就是要搭建一个智能数据平台 利用算法预测电动汽车各时段的充电功率 为车主量身定制充电方案 在此基础上推行分时电价策略 激励车主作风充电 这个智能数据平台可以优化电动汽车的动力输出 为车主规划最佳充电路线 把电动汽车的闲置电力输送到微电网给他人使用 从来达到节轮减排的目的 吴辉煌表示 如果团队的研究能获得突破 未来电网将变得更加聪明 我最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关于电力电子的开展 最主要是做MTC的研究 就是模型预测控制 这一块最主要我们是用在电力电子的平台 尤其是用在电动机车或者是一些电机的控制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用NPC在做能源调度和预算方面 我们可以预先的知道 在某个时间点或是某个节点 它欠缺了一些能源 或是欠缺了一些电源的供应 所以我们可能就可以重重的调度 所以这就可以更加有效的 把我们的整个电网的能源调度 运行到最大化还有最优化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吴辉煌发表了四篇SCI论文 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 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与东盟能源研究中心 印度尼西亚科学院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2020年6月 东盟结清计划期满 吴辉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留在广西 如今他已正式受聘成为 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并出任电气及自动化系系主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